长宁侯夫人现在正准备给长宁侯小姐炒夫婿 她乡中的是自己娘家的一个侄子 那个侄子吧 在外面的名声还不错 名气亲亲也中了举 所以长宁侯夫人想着 这肥水不流外人田 干脆两家亲上加亲 女儿嫁到自己娘家也不会受到什么委屈 听你这么说 该不会是那个侄子有问题吧 怎么都喜欢亲上加亲呢 亲亲结合容易生出畸形儿的 难怪有些人家生出孩子 总是容易夭折 有血缘关系的表亲 最好不要结合 容易互害下一代 是啊 所以最好不要亲亲结婚 长宁侯夫人这个娘家的侄儿吧 长得人不苟样的 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渣 她不仅经常出了烟花场所 而且还在外面养了外室 这个外室已经给她生下两个孩子了 这个事情连她父母都不知道 瞒她渴死了 林沫一听到这种渣男的瓜 心里就生气 所以她这是打算骗婚是吗 太恶心了吧 有些男的真的好恶心呢 也不知道 在场的这些有几个人渣 就是就是 太恶心了 不是啊 那个人是人渣 我们不是啊 在场的公子们人品还是不错的 你不要因为一个人渣就牵离所有人 这只是一颗老鼠屎而已 啊 这颗老鼠屎叫做柳轩 是的 是的 我们都是好人 我们才干不出这么渣的事情 你赶紧继续说吧 看看那个渣男 还有什么更渣的操作 确实是还有更渣的操作 她打算把长宁侯小姐取进门 让她怀孕了之后 才告诉她外室的事情 到时候一切都水到渠成了 而且长宁侯小姐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 一般人为了孩子 大部分都会吞了这口气的 我呸 我呸 我呸